还记得东京街头那个永远微笑着的赤明丽香吗?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一部日本爱情电影《东京爱情故事》横空出世,不光在日本爆火,也红遍整个亚洲。 在这部电视剧里,除了丸智、丽香、三上和李美之间的四角恋关系,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就是丽香那张可爱又充满活力的脸了吧。 那一双笑起来,清澈的仿佛月牙的眼睛,毫不掩饰地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,永远在目送着喜欢的男生离去的背影,永远叫着丸智的丽香。 即使笑中有泪,也还是元气又美丽,让人心深爱恋。 电视里那个勇敢追爱的赤明丽香,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。 她真实生活中的感情经历,仿佛就是丽香的经历。 灵木宝奈美在婚前,一共有过两段短暂的恋爱。 第一段恋情,就是和东京爱情故事的金牌制作人大多量的绯闻,但是对方是有家事的人。 第二段感情的对象,就是被外界称为流星之爱的江口阳界。 灵木宝奈美和江口阳界都是个性很开放的人,两人不光一起去旅行,还是婚,好不幸福。 令人遗憾的是,这段感情仅仅持续了很短时间,便分道扬镳了。 灵木宝奈美后来嫁给了川景一人。 川景一人是个极其保守的男人,但灵木宝奈美则在思想上要大胆开放得多。 婚后的灵木宝奈美继续活跃在影坛,还出演了多部大尺度的电视剧。 据少离多,加之两人性格不合,长时间相处下来矛盾不断升级。 1995年,在结婚三年后,两人终究是劳艳纷飞了。 在离婚一年后,她便遇到了第二任丈夫,著名的搞笑组合隧道二人组成员石桥贵明。 1996年,灵木宝奈美与石桥贵明高调订婚,在当时的日本一度掀起轩然大波。 当时,人们对这段恋情都不看好。 2000年,灵木彻底淡出娱乐圈,做起了全职太太,八年里,先后为丈夫生下三个女儿。 遗憾的是,今年7月16日,二人突然透过社交平台,联名宣布离婚。 灵木宝奈美与石桥贵明表示,三名女儿已经长大成人,她们完成了抚养孩子的责任,因此决定分手。 据日媒报道,离婚最主要原因是,灵木宝奈美受不了石桥多年的严格管控。 事实上,灵木宝奈美去年就有所动作,去年7月,她成立了个人事务所, 之后,又在东京高级地段购下价值三亿日元,约合1760万元人民币的豪宅,这些都被视为她为恢复单身做准备。 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赤名立香,永远对爱求而不得,现实中的灵木宝奈美也是如此。 希望她在以后的日子里,永远快乐幸福。